Hi, this is Mr. Young 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 Daily English Conversations 日常对话第十二组 Lesson 12 题目是 Do you have enough money? Money的钱,enough的足够 意思是问 你身上的钱够不够 要出去买东西的话够不够 先来听一遍 Lora,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day? I'm going shopping What time are you leaving? I'm going to leave around 4 o'clock Will you buy a ham sandwich for me at the store? OK Do you have enough money? I'm not sure How much do you have? $25 Do you think that's enough? That's not very much I think it's okay I also have two credit cards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10 Thanks,see you later Bye 好,第一句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today? Plan是计划的意思 是问你今天有什么计划吗? 想要做什么? 有什么安排吗? Next question 第二问题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day? 意思基本上也是一样 你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吗? 这种对话呢 一般都是早上的时候 两个人会问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没有? 如果你有什么安排 咱们俩可能一起 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 我可能有别的提议 回答呢 也有两种 上节课咱们学过类似的 I'm going shopping 我今天要出去购物 要学拼一下 I'm going to the bakery Bakery是面包店 比如说像魏多美这种地方 我要去买点面包 买点蛋糕 bread cookie and cake 去买点这些东西 好,接下来问 What time are you leaving? What time? 咱们学过 是问一个具体的时间 几点几分 Living呢 是你离开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好,你今天不是要出去 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那你什么时候出门? 就这个意思 你什么时候走? What time are you leaving? 或者你换一种问法 也是一样的 When are you leaving? 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When are you leaving? 然后这个人回答 I'm going to leave around four I'm going to leave 我将要什么时候走呢? around four four是四 o'clock 四点 around four呢 就是大概四点钟 当然我估计这不太可能是凌晨四点 有点太早 估计是下午四点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你问我什么时候出门呢? 我估计大概下午四点钟吧 出门 也可以回答 I'm going now 什么时候出门呢? 我现在就出门 衣服已经换好 包子已经拿好了 现在就要走了 关于这living呢 我们简单再说两句 左边看到这个图呢 他是一个歌手 叫Drake 他有一首歌 歌词非常简单 我们看这几句 I'm leaving I'm gone I've been here for too long I've been doing it wrong 先看后面那两句 I've been here for too long 就我在这个地方 已经待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long呢 是指时间的长度 too long就是太长时间了 I've been doing it wrong run 错的 就是我一直这件事情是做错的 一直是有问题 所以他开头这句话 I'm leaving 并不是我们前面理解的 你是出门要去办什么事吗 他这个里面的I'm leaving 是指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要走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 如果我说I'm leaving的意思是说 我要离开北京 比如说我去上海定居了 我就换了一个地方生活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今天出门 去去买个什么东西 然后晚上就回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I'm gone gone是消失的 gone with the wind 就是所谓的飘 著名的名著 是消失了 不在了 不在这个地方 以后明天后天 以后你在这个地方 再见不到我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I'm leaving这个词 这句话不要随便说 可能会让人引起奇异 看这个画面 这是每句House of Cars纸牌屋 应该是season three吧 第三季最后一集的一个画面 那么这屏幕里面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两个是夫妻两个 一直其实感情很好 但在这个时候 这个女的穿好的好衣服 拎着包向外走 然后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I'm leaving you I'm leaving 是我要走 I'm leaving you 是我要离开你 意思是说 咱俩过不下去了 我要走了 我自己去过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出门 办个什么事 晚点就回来 所以他这句话 虽然很简单 他的意思是很丰富的 I'm leaving you 接下来的问题是 Would you buy a ham sandwich for me at the store at the store 就是在那个商店里面 buy是购买 ham sandwich sandwich是三明治 for me是为我 will you是问 所以组合在一起是 意思是说 你既然要去那个store 你能不能买一个三明治 为我买一个三明治 然后帮我带回来 帮我烧个东西 这个我们也是日常生活中 经常说的一句话 能不能去哪 帮我顺便帮我烧点什么东西 带点什么东西回来 回答也是两种 ok sure no problem problem问题 no problem 就是没有问题 完全没问题 当然也可以说 sorry I can't 抱歉 我可能有别的事 或者有别的原因 我不愿意给你带 那你也不能强迫别人 对吧 既然你让别人帮你带东西 别人出门 他要买的东西 他当然就事先就算好多少钱 我就带多少钱 是吧 你临时让别人在帮你买东西 你就应该先给别人钱 而不是让等别人回来 所以他就问 Do you have enough money money的钱 enough呢 是不是足够的钱 是问你有没有带够足够的钱 你想买的东西 比如说要花10块钱 我要 我让你帮我带东西 可能也要花10块钱 你够不够 你身上有没有20块钱 或者说再有点富裕的 三四十块钱 不要去哪的 发现钱不够 再跑过来就折腾了 当然这种回答很简单 就是yes sure 或者no I'm not sure 或者有 或者就是 也许可能不太够 我们看这个漫画片很有意思 这漫画呢 取自一个很喜欢的系列漫画 叫Dilbert 讲一个在IT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还有他的同事 还有他的一只狗的意思 漫画很有意思 这里面的对话是 你看到两个人 左边这个人说 Wally 他对右边那个人 叫右边那个人的名字 右边人的名字叫Wally Do you have a minute? 从字面上理解 A minute就是一分钟 Do you have a minute? 就是问你有没有一分钟 就是问你有没有一分钟时间的空余 咱们来聊点事情 那么这个Wally脾气不太好 他正在咖啡机上坐咖啡 倒咖啡 他说Nope Nope就是No的意思 I'm far too busy I'm busy就是我很忙 I'm too busy我非常忙 I'm far too busy 就是我忙啊忙啊 忙到无可 再忙的这种地 我实在是忙的忙的一分钟都没有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 当你和你的同学也好 朋友也好 同事也好 别人正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然我估计不是太重要事情的时候 你过去想 有事想跟别人聊的时候 一般开头就要先问一句 Do you have a minute? 有时间吗? 有时间方便吗? 方便的话咱们聊两句 聊两块钱的 这个意思 OK 下一句问 How much do you have? How much多少 对吧 也是包括我们能去商店里买东西 你要最简单的问法 就How much 指着一个东西 How much How much就行 人家知道 你这多少钱 然后告诉你多少钱 你要他说的 你听不懂明白 他不行 拿个计算器 这个最简单的沟通就行了 是吧 但这里面问的呢 也是多少钱 Do you have? 是问你兜里带了多少钱出门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然后你回答 可以简单的 就说一个25$25美金 也可以说完整的说法 就是I have 25$ Dollar是美元 到了美国就美国的货币 25而25 这里面简单解释一下 美国人呢 他钱包里面 其实很少带现金的 他不像咱们中国人 你身上带个三五百 甚至一两千 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甚至有人可能几万几万的 穿在兜里 穿在衣服里 美国人普遍他的钱包里 现金 就那个钞票 我们看的 那个纸 可能就是二三十块钱 三四十块钱 就够了 别的 再带一些信用卡就行了 他不需要那么多现金 所以这个是跟中国 不太一样的地方 当然中国现在 你可能像我出门 也很少带现金 为什么你带手机就可以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 手机什么支付啊 或者是什么支付宝 微信这种支付 所以你现在也方便 少带现金呢 还是会更安全一点 更方便一点 好 我们简单的扩展一下 来练一个 我有多少钱 第一句 I have 100 100 是100 100呢 就是一个100 我有100块美元 第二句 I have 2,000 Dollars Thousand 是千 2,000 是两千 好 我有两千美元 这个就不少了 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差不多也就这个数 I have 3 Million Dollars Million呢 就比千 这个单位 要增加了很多 它是百万 3 million呢 是300万 我有300万美金 这个钱就很多了 我可以买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house 一个大别墅 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这个人 这个人名字叫做Mark Zuckerberg 国人简单叫上Mark 也可以 如果他跑出来说 我有多少钱呢 他可以说 I have 46 Billion Dollars Billion 这个单位呢 很多人容易混淆 以为他是指的1亿 但他其实是指的10亿 所以46Billion 是46个10亿 所以你可以看了 数一数 一共的多少个零 所以呢 他应该翻译成中文的话 是460亿美元 只算成 人民币的话 你可能还要乘一个6.6 很有钱 非常非常多的钱 而且呢 他今年2016年只有31岁 当然这个说的是December 2015 15年12月的时候 他的 他有这么多钱 可能再过一年 他可能会更多 也可能会更少 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非常成功 Facebook的创始人 以及CEO 包括呢 2016年 还有一个出美剧 很有意思 他的题目就叫做Billions Billions是10亿 Billions呢 就是好多个10亿 可能20亿30亿 他的意思是说 右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男的 回头 这个可能 等你到高中以后吧 可以比较适合看这个片子 右边这个男的 他是一个基金公司的老板 他的身家就是以10亿 作为单位来计量的 他可能身家是几十亿美金 所以我们说Billionaire的话 其实你说亿万富翁不太准确 应该是指他的说 身家是有10亿美金以上的 或者说至少有几个亿美金 才能说是Billionaire 阿辉我来继续说对话 Do you think that's enough? Do you think 就是问你的意见 你觉得that's enough 这个说什么什么够不够 是说你觉得我身上这25块够吗 你觉得呢 两种回答 I think it's ok 行了没问题 25块钱够买了 一个三位是能有几美金 很便宜的 但这里面他回答说 That's not very much 25真的不算很多 very much很多 not very much 就真的不算很多 确实不算很多 25块 但这个女孩子呢 他又补充了一句 I also have two credit cards I also have 这个also是也 也就是说我的钱包里 除了这25块钱 我还有两张卡 credit cards 是信用卡的意思 我还有两张信用卡 美国人 可能几乎每个人都有信用卡 只要有资格的话 可能是很多张 咱们咱们很多人手里 也有很多张信用卡 信用卡呢 那有了这个卡 我就去刷卡就行了 我哪怕一分钱 现金 你带也没有关系吧 对吧 好 我们看一张 这就是一张信用卡 发行的银行呢 是右上角写的 Bank of America 你可以认为是整个美洲的意思 美洲银行 那么它是发给谁呢 NYU 是New York University 是发给纽约大学的学生的 所以你如果到了美国上大学的话 可能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办一张信用卡 因为你所有几乎跟钱有关系的事情 都要通过这个信用卡来进行交易 没有人收现金的 那这就是拿了信用卡之后 去到任何地方消费 就刷卡就行了 美国呢 它的信用卡非常普及 你几乎你买任何东西 都可以刷卡就行了 所以你不需要贷现金 对吧 假设你觉得 有些情况不可能刷卡 比如说我出去买个煎饼果子 或者说你在美国 我接上买个热狗 那才多了一点钱 刷卡那不太可能吧 但现在其实完全有可能 包括送个外卖 什么叫个餐 叫个餐送个外卖 你看它的是在手机上 装了一个小的白色方方的一个东西 用那个手机耳机的那个接口 把它插上去 然后手机就变成了一个刷卡 刷卡器 你的信用卡在这上面一刷 手机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钱收过来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 那更是说有个信用卡就行了 哪怕说比如说你在大学里自己摆个摊 有些什么从中国带的比较有意思供应品 想卖给同学 你也可以不收现金 你就手机上去买个这个小东西 大概二十几美金 然后设置一下和你的信用卡 什么的账户一关联 同学来有人想买的话 哪怕只是三五块钱东西 他也可以刷卡 这个卡这个钱就进入你的账户了 大家不需要现金交易 非常的安全 非常方便 那么大家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Square Reader 这个小玩意叫做Square Reader Square是正方形的意思 也是这个公司的名字 Reader是一个读卡器 For cheap cards 而且现在的信用卡 它现在升级了 因为原来是条词条 容易会被破解 可能会被盗用 现在加了一个小芯片 黄色的一个小片 它是更安全 所以它这个Square Reader 也升级了 你有个小卡片 往上一放 不用刷 一放一接触 也能够读取来 升级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视频 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还是这种场景 我是既不用带现金 甚至说都不用带信用卡 我带个手机就行了 当然这里面演示的是iPhone 这个人拿着一副手机 对着有一个什么东西 这么可能对着两秒钟 啪一下 就相当于刷了卡一样 有点像我们坐公交车 坐地铁 拿那个卡 啪的一下这样刷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现在是更方便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Apple Pay Apple 苹果公司 Pay是付款的意思 Apple Pay 而且你看那个视频 它是Apple Pay Buy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就是苹果出那个手表 你甚至说连手机都不用带 我出去买东西 别人问你带钱了吗 带钱包了吗 带信用卡了吗 带手机了 啥都没带 我就带我手表 手表我不会忘了带 因为我天天是佩戴在我身上 别东西有可能我会忘带 对吧 我只要带手表 去到那个店 拿手表对着 上面有个东西 啪一晃 按一下 这个钱就转过去了 东西我就买过来了 Apple Pay 现在这个服务也正式进入大陆了 你如果有苹果手机的话 也可以可能绑定 然后你以后去什么喝咖啡 或者是7-11 或者Watson这些地方买东西 都可以很方便用手机 甚至用手表直接付款 所以确实是越来越方便 科技越来越发达 而且Apple Pay呢 是非常安全的 好 最后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10 dollars Let me give you 就是让我给你 什么呢 给你10 dollars 再给你10块钱 Another就是再给你10块钱 你手里不是有25 25吗 我再给你10块 25 plus 10 is 35 现在你手 兜里就有35块钱 是比较充裕的 35美金 还是能买不少东西 Thanks 好 对话最后结束了 再稍微的延伸一下 如果 我开了一个车 想 然后呢 要搭朋友 给他 就是让他来搭我的车的时候 我会怎么说呢 Let me give you a ride 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等走的时候比较晚了 对方又是个女孩子 然后呢 我是开着车 他没有车 我可以说 你搭我的车吧 我把你送到地方之后 我再回去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Let me give you a ride 或者是 Let me give you a lift 据说是在美国一般说 Ride 在英国一般说 Lift都可以 那么这幅图呢 它是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轿车服务的一个 宣传的那个图 它这公司的名字叫做Lift 它把那个LIFT呢 稍微改了一下 Lift呢 和Uber 就我们平常说的优步 包括国内的滴滴打车 或者是滴滴顺风车 滴滴快车 都是非常相似的 就拿一颗手机 这么一呼唤 在上面说 我现在在哪 我要去哪 几分钟之内 就会有个人 开着车过来 就把我带回 而且呢 又很方便 又很安全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广告片 很有意思 好 我们来回归一下 今天学习记事 When are you leaving 你要出门 那你什么时候走呢 Do you have a minute 有空吗 方便吗 咱们聊两句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你兜里揣了多少钱呢 I have one thousand dollars 我头里揣了一千美金 好多钱 Do you think that's enough 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呢 Do you think it's okay Do you think什么什么东西 都可以这么说 好 最后一个 Let me give you a ride 来吧 我来搭我的车 我送你回去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学习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